我们这节课呢 来实现跳转到发消息的界面 那么跳转到发消息的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这个界面 它是一个这个timeline的界面 如果说跳转到发消息的界面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面里边 添加一个按钮 来跳转到那个界面 那只是呢 直接添加一个按钮 看起来有点突兀 我们最好的这个做法呢 是把它添加到我们的标题栏的这个右边 也就是右上角 我们的光标所在的这个地方 那么如何给添加到这里呢 事实上如果说把它给添加到这里呢 它其实是一个菜单 我们把菜单当成一个actionbar来添加进来 如何来做 我们打开atytimeline 然后呢 重写一个方法 叫做on create options menu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这个菜单 super.on create options menu 其实这个我们直接return一个true吧 return一个true 好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菜单资源 菜单资源打开这个resource 然后不是类啊 我们在这个resource里边 new androdixmailfair 我们选择资源的类型的是菜单 menu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称为menu atytimeline 也就是与timeline这个界面所相关的menu ok 好 那么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menu给添加进来 然后getmenuinflater.inflater.menuresourcer.menu.什么呢 menuatytimeline 然后呢 把这个menu给传进来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直接呈现到这个菜单了 好 我们把这个默认生成的men.xml 这个不需要的把它给删掉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menu 来添加一下 添加一个这个菜单项 菜单项呢 我们可以指定它的id 是at加id 这个呢 可能是叫menu menu show add message show menu show add message aty吧 aty 我们可以称为atypubmessage吧 这个是发布消息的 对吧 atypubmessage 我们把它给换一下名字 就是全部都保持统一 atypubmessage 全部都保持统一吧 atypubmessage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称为是 show atypubmessage atypubmessage 然后我们这里 pubmessage 这个地方也给修改一下 把这个名字给修改一下 这个快捷键呢 是f2pubmessage 好 然后应该都给都给修改了 atypubmessage 你看这里也修改了 好 之后呢 我们指定了它的id之后呢 我们需要指定一下它的这个它的文字 title title呢 我们可以称为是这样 我们在这个strings里面来写 title 我们可以称为publish 在这里呢 publish publish title title at string publish 好 那么 然后呢 再指定它的一个什么呢 指定它的一个属性叫show as action 你看 how this atom should display in the action bar 就是 是否把它给呈现成一个action bar 然后 show as action 然后我们用always 就是始终把它给当成一个action bar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看这个效果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正在重新启动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按钮了 对吧 而事实上这个按钮呢 我们如果说你不想让它呈现文字的话呢 还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图标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图标吧 图标的话 我们 图标 设置一个图标 at icon at android 对的 我们用系统的一个图标吧 icon icon input add 这个图标还没见过 看能打开不 它是用系统的图片来进行查看 就是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可能不是我们使用的图标 想要的 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加号 那么我们就先使用这个图标看效果吧 反正这个真正的 其实真正的工程开发的时候 我们后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这里先给它一个图标看一看效果吧 你看 它可以有有这样的一个图标还挺好 其实好 那么接下来如何去真听菜单的事件 我们是on options menu selected 然后return的话我们return true 然后switch判断一下switch item就是选中的菜单向的它的ID 然后get itemID如果说是r.id.manu show publish的话 showatypublish的话 其他当然还有很多的菜单 你都可以自己去写 我这里就不再写这个菜单了 那么我们这里其实就只有这么一个菜单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 然后启动start activity new intent aty timeline.this 然后呢是publishatypublish.class 好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看这个界面跳转的效果 打开这个general motion模拟器 OK 然后点击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呈现一个这个发布消息的界面 对吧 这个发布消息的界面我们可以通过这里 然后去发表消息 发表消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重新的去更新我们的消息列表 好我们这个跳转到发表消息界面的这个功能呢已经实现了 好我们这节课呢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在这段时间 优优独播剧1 Wii5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